我们喜欢将生活质量的高低,分为有福,或者是没有福气,而我们所说的福报,这样东西是别人给不了我们的,而我们也不能够去赠送给别人,因此我们的福报只能是靠自己修炼来的,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,其实这也表明了佛教当中的因果论的道理。 这就好比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一样,我们不能够随意地将健康转送给别人,而别人也不能够给予我们,我们只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作息习惯,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 而那些福报的人之所以福报少,就是因为他的身上多数是得了这三种业障病,得消除,谐因业障病,古人经常说实色性色,其实女人们他们喜欢吃喝男女的色,其实这本来就是人性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,但是佛教和圣贤仍然忠告我们众生,凡事都是要有一个尺度存在的,过了度就是过犹不及了。 而且在佛教当中会将男女之欲为恰当的正淫和不恰当的邪淫,而那些夫妻之间为了生育而存在的正当关系好一些行为。 就被称为正淫,在生活当中还有一种关系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,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存在的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和行为,就被人们称为邪淫。 其实,邪淫是最消耗人们的福德和智慧的,特别是消耗人的阴德,所以当我们福哨的时候,我们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被邪淫业障缠身,窈窕淑女。 君子好求,古人常说实色性色,人们喜欢吃喝男女之色,本就是人性中的一部分,虽然是如此,但圣贤依旧忠告我们,凡事要有各度,过了这度就过犹不及了。 古人把男女之欲,分为恰当的和不恰当的正淫与邪淫区别,夫妻之间为了生育的正当关系和行为,这个被称为正淫。 还有一种是不正当男女关系中,纯粹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,而做出的不正当的关系和行为被称为邪淫。 邪淫最为消耗人们的福德智慧,有为耗损人们的应得,有官位的人,他会损官位,有财富的人,他会损财富,有配偶的人,他会破坏关系,什么都没有的人,他会直接要你的命。 所以当你认为自己福博命苦之时,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被邪淫业障缠身,如果有,一定要改过。 称心业障病。 佛语常讲,一念称心火,火烧功德灵,称心,其实对于一个人的福德和功德的损耗是非常严重的,严重一点的,会将自己辛辛苦苦所做的阴德瞬间烧得干干净净,一个称心非常重的人,脾气就会非常暴躁,而且在处理急事的时候,很容易失去理智,做一些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。 为什么有的人称心这么重呢?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这个人喜欢吃肉,而且经常杀生,在寺庙拜佛的时候,有一位高僧曾经与我说过,称心重的人,在他的过去就伤害过许多众生。 而且在佛教的定律当中,我们种下恶因就容易收获到恶果,当你感觉到自己福博的时候,就应该要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有没有经常,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了。 老话常讲,一面称心火,火烧功德领。称心对福德功德的损耗是非常明显的,可以把自己之前辛辛苦苦做的福德,请客间烧个干净。 称心重的人,脾气大,性急躁,经常失去理智,做些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。 而称心重,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助因,那就行,喜好吃肉,杀生。 有位高僧曾经说过,称心重的人,在过去伤害过的众生很多,因为曾经杀生伤害众生的缘故,导致自己性情也变得喜怒好称。 在因果定律中,我们伤害他人,就会被他人伤害,我们帮助他人,就会得到他人帮助。 而我们经常对他人称怒,那么我们所能获得也就可想而知了。 所以,如果你感觉自己福薄命苦,就要审视一下自己有没有经常伤害众生,且称心大了。 如果有就要及时的改正,这样才能减少福报的损失。 鱼吃业障病,佛陀曾经说过,人有三毒,这三种毒清除掉。 那么人就开不了智慧,更不能看到人世间的真相,而佛陀所指的这三种毒,就是贪、称、吃。 贪指的是人的贪心,称指的是人的怨恨之心,而吃就是人的愚昧之心。 在佛教的轮回当中,贪其实是用鸽子来代表的,而蛇就代表称,猪就代表吃。 其实这三种动物都代表了一种无穷无尽的轮回,所以当人们生活在痛苦当中,不能够脱离的时候,就是因为这个人缺乏了智慧,不懂得佛教的因果论,更不晓得人生的真理是什么,只是在当中生起了人的贪婪之心和怨恨之心。 这样子就很容易使自己陷入在一个无穷无尽的轮回当中,而福薄命苦的人,他们的痛苦就是由此连状况生长起来的,但是人们却始终不能够得知,如果人处于在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,就要学会破除自己的愚痴和迷惑,就要多去亲近一些善良的知识,多学一些善良的法和佛法,更要深信佛教的因果论理。 这样子才能够使人们脱离痛苦的,佛陀说,人有三毒,这三毒不除,人们就开不了智慧,更无法看到世间的真相,而这三毒就是贪,称,吃,贪是贪心,称是称恨心,吃还是鱼吃心,在佛教的轮回途中,贪用鸽子来代表,称用蛇来代表,吃用猪来代表,这三种动物,头尾相寒,代表了无始无尽的轮回。 而这三毒中,最开始的头,就是无名鱼吃,因为鱼吃没有智慧,所以生起了贪恋之心,贪而不得,所以生起了称心,称心蒙蔽人的双眼,又加重了鱼吃。 所以人们之所以生活在痛苦中无法出离,就是因为缺乏智慧,不懂得因果,不晓得人生的真谛,在鱼吃中生起贪婪和嗔恨,又陷入了这无尽的贪婪和嗔恨之中,痛苦由此连绵不断地生起,人们却始终不自知。 如果你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,就要破除自己的鱼吃迷惑,多亲近善知识,多学善法和佛法,要深信因果,只有这样,才能找出脱离痛苦的根本方法。 福报只是暂时的,终有一天会用完,但智慧却会一直跟随着你,同时拥有智慧后,智慧还可以把暂时的福德转化为永不消失的功德。 这样人生才能达到真正的圆满,我们都知道,佛教中有六道轮回的思想,佛说一切众生皆在轮回之中,生生世世都得不到解脱,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就是我们自身的业力,正所谓善恶之报, 如影随形,你种下的善业就会给自己带来福报,种下的恶业就给自己带来恶果,因果是真实不虚的,且丝毫不差。 当一个人在生活中遭遇了不顺,尤其是遇到了无法改变的遗憾,或者无法逾越的困难时,很容易对自我甚至于整个人生产生怀疑,认为前途一片渺茫。 暗淡无光,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做,才能走出当下的困境,正如佛经上所说,欲知前是因,今生受者是,欲知后是果,今生做者是。 因果是通三世的,也急过去世,现在是和未来是,如果你的身上出现了下面的这三大特征,也许就是前世造业太多的缘故,看看自己有没有呢。 第一,疾病缠身,身体健康是一切学业、事业的根本,如果没有一个健全、健康的身体,很多时候面对一件具体的事情,我们都会无能为力,自觉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想要保持身体的健康,说到底无非是作息规律,心情舒畅,营养均衡,运动锻炼,无不良恶习等等,可是真正能做到以上这些的人,又有多少呢?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身体或者心理上的各种疾病,另外还有一些人,就比较可悲了,要么就是生患重大恶疾,常年累月的与疾病抗争。 要么是大病没有,小病不断,不是这里出问题,就是那里不舒服,总之,健康问题一直困扰着自己,其实,这时候往往要开始反思,是否是业障缠身的缘故了,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中,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太多太多的众生,与他们结下了怨仇,一抱还一抱,永远都纠缠不清。 第二,生活一度贫困,有的人和有的家庭生活一直都处于十分贫困的状态,以至于无论自己怎样努力,都无法转变当下的困境,或者自己的工作,事业刚刚有所起色之时,过不了多久,马上又会遭遇一些变故。 让自己一夜回到解放前,甚至于远不如从前,生活犹如陷入泥潭之中,越陷越深,自己越想挣脱出来,就越挣脱不开,从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,备受煎熬,不知何时才能出头。 这种情况也应该好好地反思,自己的福报与德性的问题,你会发现有的人不管做什么,都可以赚到钱,而且还越赚越多,越赚越轻松,真的是因为他的能力出众,资源很丰富吗? 答案是不一定的,但是可以肯定的是,他一定是一个有福报之人,因此,前世几乎太少,今生过于贫困之人。 一定要努力忏悔,从现在起,从各方面断恶修善,积极修福,他日才会有翻身的机会,第三,常遇恶友,还有的人身边总是被各种不善之友纠缠,比如遭遇小人的算计,朋友或亲人的背叛等,自己得意之时, 他们趋之若无,自己失意落魄的时候,他们却早已逃之夭夭,于是得意的时候被他们拉下水,造下大量的恶业,失意的时候独自承受苦难,孤立无援,左右为难,这也需要反思自己做人做事,福得大小的问题,真正有德性,有福报之人,身边往往有诸多善友。 在他们的鼓励和引导下,自己能够更进一步,在正确观念指引下,利用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大量不失,行善积德,广结善缘,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, 小人与恶人也自然会主动远离,佛说一切皆在因果之中,没有任何果的形成,不是早已种下的前因所致,当你人生得意,更多的应该是感恩与回馈众生,当你人生失意,就更应该忏悔往昔之恶业,真正断恶修善做好自己,并依靠三宝加持,方能一步步改变自己的颓废运势,进而转变自己的人生。 感谢观看